接着我们设定这三个控制钮的动态 分别在第10格是一个缓缓拉起的动作 第20格拉到最高点 然后第30格要摆下去了 后面有个拖拉的动作就是所谓的跟随 然后拍到底 接着我会按右键进入到我们的CurveEdit 在进入CurveEdit之前 因为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循环 目前只有100格 这个循环其实有点太短 所以我的一个loop是40格的话 我们给它5次循环 所以大概是200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么一样到右键的CurveEdit 选择CurveEdit进来之后 目前选到了我刚刚选到的几个Curve在这里 那我们选择这个CurveEdit 那我们选择这个CurveEdit 有点Lag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选这边 不要RealTime 来观察会 得到一个稍微顺畅一点的动作 因为刚RealTime它有点跑不太动 所以目前就是一个它慢慢的做翅膀拍动的一个动作 OK 刚刚在做这个CurveEdit里面的编辑的时候 有可能你会出现这个东西是不在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按右键来到show toolbar去找 TrackView或者是key control等等 会帮我们找到我们需要的或者是control了等等 找到我们需要的这些按钮在我们的画面上 OK OK